大家好,在这期视频当中,您将学到2021年免费数字化生活教程 具有root权限的美国OKTOTOYUN安装SSH及远程Linux桌面配置 我是老罗,大学生们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化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数字化生活 数字化生活请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如果觉得好,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时事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来召唤 本期免费OKTOTOYUN SSH的配置视频分为四个章节 注册前的准备 注册流程概述 注册过程演示 上期流程回顾 及问题解答 免费OKTOTOYUN配置SSH连接的材料准备 它是分为五个部分来说 第一,网络 任何网络都可以 第二,设备 可以上网的电脑及其他设备 接口 三,邮箱 最好是一些知名的邮箱 推荐Gmail 四,Github 这里有两点要解释 第一个,已经申请好的Github账号 用来和OKTOTO进行认证登录 它的Github的第二个用途是使用网络我提供的ZIP文件包 解压后自行上传到自己的Github上面 并获取自己的Github链接 这样就可以在OKTOTOYUN中进行推送了 最后一个是耐心 这是老生常谈了 耐心是玩赚任何免费资源的前提 毕竟折腾免费资源 免费好过啥都没有啊 这里还是有情提示一下 任何网络的免费资源都有其实效性局限性 不能跟收费资源同日而语 所以如果觉得不满意 就可以自行购买收费资源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 对本频道所有的视频根据其实效性 在视频下方会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免费的OKtotal配置 SSH链接的操作流程 这里分为五个阶段 首先要登录OKtotal云 这个必须使用自己的Github账号 登录OKtotal云 第二个阶段要上传我提供的 RUOK项目文件到你自己的Github 为什么叫RUOK呢 因为OKtotal赢的前两个 英文字母是OK 很多人说 上期我用了那个NUVNC结果 怎么被OKtotal封掉了账户 其实老罗的账户到现在还在 如果您仅使用老罗的Github 文件进行推送 OKtotal是不会把你封掉的 如果您羊毛薅的太凶了 那必然占用了很多厂商的资源 那厂商肯定是有办法来阻止你的 所以在这一期老罗放弃了使用我自己的Github的Git 链接直接提供压缩文件 让大家自己上传到自己的Github账户 去建立自己的Git文件 这样的话 就是惺惺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封掉我一个Git 你们自己还有自己的 这个就更方便了 所以大家解压我给的这个Zip文件之后 然后自己新建 一个Repo 我启名为RUOK 然后呢 上传中间的四个文件 到这个Repo的下面 然后提交 提交之后就可以在Code按钮下面找到属于你自己唯一的Git网址的URL链接 有了这个链接 我们就进到了第三步 跟上一期一样 通过这个Git结尾的这个链接 然后进行部署你的OK透透云 部署完之后 点击相应的OK透透云的URL网址 会出现一条老罗给大家的一个提示 大家看到这个提示 就说明部署完成了 部署完成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第四步 安装远程的Linux桌面 及VNC 这两个是必须的 安装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本地的VNC Client软件 去连接我与美国的 具有root权限的OK透透云了 至此 你就可以借助这台 我与美国的OK透透云主机 进行很多自己喜欢的实验操作了 好 大家打开自己的GitHub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Repo 我这里以我的来举例 命名为RUOK 好 Create这个Repo Public 选择一个公众的 然后点击Uploading 文件 然后在choose your files里面 选择下载老罗的zip文件 然后解压后 就四个文件都选上 好 点击打开 然后点commit change 最下面那个绿色按钮 等于保存 保存成功了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code这个按钮 第一行这一行网址点复制 copy 其实就是这个行 URL到时候要付资金OK TOTO进行推送的 我们打开呢 这就是刚才我们创建好的整个的项目了 好 我们打开OK TOTO的网站 登录进去 在getURL里边 粘贴前面你自己配置好的这个getURL 好 现在开始进行推送了 好 这个要等待一段时间 我这里的视频是进行加速过的 快筋 我这上面的report还是我之前的啊 你们换成你们自己的 不要复制我上面的这个report的get的网址了 好 这里稍后片刻我们等待他成功的一条消息好finished successful成功了我们点下面的这个还在pulling还在拉取 好拉取成功我们看见这个endpoints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网址 叫are you ok 开头的好点开之后就老罗留给大家的一段话看到这段话你就成功了就说明已经部署好了 那么就打开本地的terminal 那么就打开本地的terminal 输入wstunnel的命令 好取得一个station 进程 好 获取root权限 这里的password是输入unkolo这个密码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 好这里现在就是root权限了 我们获取了oktotal云的root权限之后我们开始安装vnc 这里按yes 我们继续 好 好 nc刨完我们开始安装桌面 Linux的桌面 Linux的桌面 这里点y 给它跑 这里也是用了快进 你们那边相对要慢一点就是都是快进好这里按1 好到这里vnc和linux桌面都安装好了 现在来配置vnc的登录密码 好在password这边输入一遍 再确认一遍 这个选no 好 设置搞定了 现在我们来登录一下 好 好我们保持第一个terminal不变 打开第二个终端terminal 好输入一行 开启vnc进程的命令 好我们打开vnc客户端 本地5806端口 好 点击继续输入前面我们设置的密码 好了 登录进来了 跟上一期的我们用no vnc 它进行配置的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界面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ip 老三样啊 谷歌云啊 oktotal用的就是谷歌云 好看一下伪装 好看一下伪装 大家觉得好点个赞啊 这个老罗做视频也不容易 好这边再测速 这边看看伪装90% 这跟上期视频其实是一样的 速度我测了两遍 速度我测了两遍 本期主要是多了ssh 有ssh 很多 大神和高手们就可以用oktotal云玩出更多的花样来了 在这里我还是希望大家合规的使用免费资源 免得被厂商删账户禁用 那样就不好玩了 对吧 好这里再说一下啊 关于什么科学什么什么fq什么什么老罗是不介绍的啊 如果你有root权限你什么都可以了 好现在尝试一下 好 数格子数多少颗cpu 等灯灯阶段 好安装命令 好输入mate system monitor 好 这是一个共享的服务器啊 在整个服务器上 现在能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现在能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oktotal云 其实是一家 中小型的厂商 所以大家也是且用且珍惜 好这里对上期的 下期的流程进行回顾 和问题进行解答 上期的视频是说免费4核 cpu 26g内存的oktotal云 安装配置linux desktop桌面教程 这其实有四个步骤 首先要使用github账号 登陆oktotal云 然后激活 然后激活 并登陆oktotal云账户 第三步 拉取我提供的一个git链接文件 在本期你们将自己创造自己的git链接文件 如果老罗提供的git文件 过期 或者是失效 你们就可以直接用自己的 这个是相当方便的 老罗也是方便大家 最后第四点 就是在任意的网页 通过novnc界面 进行登陆oktotal云 有些上期很多朋友 觉得 诶这个novnc的网页界面挺方便 所以我们 在中秋节的时候 就使用了这个方便于广大用户的 一种玩法 好我们对上期的问题 现在进行一些解答 首先有很多朋友问 诶这个oktotal的系统能用多久 就像前面我所说的 你只要不违反oktotal的规定 它一直都在 老罗的oktotal账户 也是一直用到现在 第二个 有些朋友问 如何修改novnc的登陆密码 有些朋友说 哎呀都是用encorelogic不安全 是的 安全性 是网络上面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概念 所以讲呢 你可以找到 这个doc发文件 在文件的第7行 就是有一个密码的修改处 你把encorelog这个 密码给替换掉就可以了 好还有一些朋友说 哎呀这个火狐用起来 有时候还容易崩 怎么办 那可以安装一下 chrome进行尝试 这个chrome 是一个开源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安装 然后用no send box 这个命令来进行驱动打开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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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